张矿儿 31岁女 湖南人本科学历 青海民族大学 通信工程专业 大家好 我叫张矿儿 是一个不吃辣椒的扶纳人 是一个女工女 有6年的软件测试工作经验 最近一年是为宝妈 不爱打扮 不爱化妆 今天有个突破来到婚礼模式的舞台 下星球一份产品 运言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湖南哪里 湖南永州 永州之野产一蛇 你湖南人不吃辣呀 不是 我现在不吃 我以前吃 就是现在是生了孩子之后 说对孩子不好 你母爱这么伟大呀 你是不是还在哺乳期呢 不不不 我孩子已经快下岁了 你性格很好 你性格一直是这样 有点神经兮兮的 拿个当纸给他抹下口水 他刚刚笑的时候 别拿手抹 有纸吗 拿纸抹吗 你待会抹了又跟我握手 你真是 你平时不抹口红吧 不抹 觉得你是什么性格 就咋咋呼呼呢 对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我天哪 你这字是男孩子写的字啊 我一直写都是这样子的 对 你说你是个理工女 对吧 你干的基本上都是测试工程师 11年到17年 换了四份工作 这个最后一份工作 离职原因是家庭原因 是什么意思 最后一份工作 是我孩子一岁多的时候 找的工作 第一可能有点舍不得孩子 第二有点 我觉得没有缓过进来 所以又辞职了 在这个公司干的这一年 也就是18年 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是玩股票 把自己的钱亏光了 你们家钱谁管 各管各的 AA啊 我的亲我管 他的亲他管嘛 那你们感情不咋地 这不代表感情不好呀 那肯定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就不咋地 但我没有了 我可以问他要啊 他会问你要吗 他一般不会问我要 因为他钱比我多吧 他一个月挣多少 三万多 你最后一份工作是一万四 嗯 那当然是你管你的 我管我的了 这 所以你亏的那股票的钱 是你的 不是他的 对 他江湖救急了没有 江湖救急 我就生活上没钱了 问他要呗 他给吗 给啊 他给的大方吗 当然挺大方的 那人还可以 啊 你既然最后一份工作 是因为孩子的原因 那你这份工作是不是也要指定地点 呃地点就是 北京 尽量是在朝阳区这边 因为我住在朝阳 尽量要在朝阳区的哪一条街道呢 嗯 这个没有新店 哎 要的要的要的 哪一条街道 就就住这双桥 你住双桥 哦 那我们最好在双桥好不好 不不不 这个 服有新店 别那么客气嘛 哈哈哈 不知道母亲很不容易的 我们有一家医院就在附近 对 哇 你要求薪资多少 我因为现在是运营 你干过运营吗 呃 现在没有干过 那为什么想干运营 就是我在工作中接触了他们啊 你继续干那个测试不挺好的吗 我对测试的工作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 但是你干了这么长时间都拿到一万次了呀 又是你的专业 当他说出来他想做产品和运营的时候 我一下子就变得失望了 我觉得他可能丢弃了自己很多年的这种技术方面那些优势 那我第一是为了生成嘛 刚开始生成 你现在更要未生存呢 你都亏光了 你更要生存呢 你不能老问男人要钱啊 所以我现在来找工作了 所以你不能跨行啊 你不能改行啊 我开行 但是我可以挣少一点 但是那你运营一份没有干过的工作 你准备要多少钱薪资 我718K 那你何苦呢 你能挣一万次的测试工作 干嘛为了改行 然后拿一个7-8K的工作呢 那么喜欢运营啊 我老公已经能养活我女儿了 为什么要男人养活呢 我们女人要独立吗 我独立我可以自己独立 那你干脆让你老公把你俩一起养了算了呗 不行 我觉得我自己还要独立一下 还要独立一下 他需要零花钱 为什么那么想干运营 我就是觉得我 我想挑战一下 我觉得运营的运营的知识啊 跟方面比较广 你可以干运营的什么 我首先我觉得可以数据运营啊 你干过吗 没有 我就是从书上看到 而且从公司看到一些运营的人 他们就是在编辑一些数据 那这些东西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特别轻而易举的东西 那怎么什么叫数据运营你告诉我 就是 就是可以分析一下 就跟炒股票一样的吗 数据运营吗 哈哈哈 也可以这么说吧 但是才可以怎么 哈哈哈哈哈哈 啊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股票会亏光了 哈哈哈哈 特别可爱的姑娘特别可爱 呃真的要做运营是吧 那个原来的测试工作还干不干 原来测试不想干 你好任性 他对这个求职的这个市场啊 求职的职场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而他所有的判断是基于自己过去的工作判断 为什么过去你的工资能从七千到一万到一万四 是因为你一直在你的一个专业领域里发展 然后然后你在找工作的时候 期望能够做一个自己完全没做过的要八千啊 那能愿意 建议调到多少如果要做运营 我觉得你顶多要个五六千 顶多要到五六千 现在暂时不调 因为我觉得从之前我在测试测试的时候 我也跟运营接触过 他们的薪资也差不多 而且是一个基础的运营 他们会有内容兵辑这些工作 对不对 你又没干 但这些内容编辑对我来说 是一件非常紧张的事情 比如 因为我对它产品 现在拿来一个软件产品 我是非常一下就能抓住这些东西的 而且我现在也在学习一些运营的事 我也看过书 所以我觉得我能受 那你这些企业了不了解 想去哪家企业做运营呢 像段总啊 像郭总啊 还有像李总这边 金康有益 这样 你喜欢的这三家每个人问一个有关于运营的工作的问题 看看你回答的怎么样 回答的不好咱就不强求 如果还质疑要做咱就调心 咱们实在一点 问你一个生活里边和工作里边 举个例子 做过任何跟运营相关的事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视频会教是怎么喂养孩子啊 孩子有哪些情绪怎么去解决问题啊 他这些视频网站他会对应一些自己公司的一些产品 做这些就是一些运营就是 好好好 段东得分多少 这个题 得分啊 哎呃 零分 零分好 来第二个过来 零分啊 来过来 我已经被你绕晕了 来 问一个问题 其实我问不出来 因为他一直在说运营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运营 就是你看你刚才又跑到新媒体运营 那是属于市场部 然后你要数据运营呢 是属于业务部 然后我们自己的那个产品运营呢 是属于产品部 就是你提问题的欲望都没有了 我都不知道他要做什么运营 好 无所问起 李总 我就想顺着过来这个问题 过来已经说了仨运营了 你再说至少说两个都包括哪些运营 这些运营都包括哪些部门 哪怕你说一个 那考核这个运营的指标是什么 然后你要做哪个运营 我现在进入我的专业 我说我可能刚开始 只能做一些技术 数据的运营 因为它是可能跟数据 一些分析相关的东西 没了 就是 有些公司是这样 有些公司是这样 但是我也没法确定 可是我只能说是一个大概的东西 是因为我确实没有深入在这个海液里面 我想到的心来不及 想到的就是 小不挑心思我就问你 这次不挑 这真的太尴尬了 其实小的 我给你一点建议 其实测试这个领域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领域 你其实没有必要完全放弃 哪怕你想未来转运营 你可以先进一家公司继续做测试 然后力所能及的去参与一些运营的事情 我都劝了 那你转转才有机会 干不干 通信干不干 姐姐 上一家公司为你的测试已经开到一万四了 就说明你应该已经是一个相对比较资深的测试 上一家公司已经后悔了 这也是有可能 但上一家已经倒闭了 好 咱们不说了 问一下你姑娘测试干不干 现在我觉得可以考虑 不排斥了 不排斥了 如果是测试的话底薪要求多少 一万二 超样区 可以 可以考虑 对 公司有专车的考不考虑 可以 想得美啊 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要做音颜 我只是说我去考虑那方面的工作 他们理解我 我一定会去做音颜 一上来要去转型 对吧 而你因为转型没有做了任何准备 你的适应新环境的水平并不强 我可以毫不客气说 你转运营 我现在可以给你下一个节乐 没有希望 我发现大家对于他的转型啊 确实他今天来到这舞台上只准备了勇气 其他的肯定是准备不够 但是不是说转型不行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想在某一个阶段 去转去另外一个领域 只是说在转型的时候 有些东西不能迁移 比如说技能 有些东西可以迁移 比如说能力 比如说表达能力 那思维敏捷性都是可以迁移的 所以你今后可以再回去测试这个岗位 你也可以同时做一些运营的工作 只是你下一次来到这个舞台 或者去再面试一份运营岗位的时候 要准备好的是那些可迁徙的能力 把那些可迁徙的能力准备好 让别人看到 就转运营就有希望了 而今天这舞台上比较失败的部分 就是这部分没被看到 所以人家就一直劝你说你回去吧 你还要求工作地点在朝阳 对 你还要求你的岗位 是 这是你的要求 都是你想怎么样 那你问过别人要什么吗 就我们为什么要让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来做运营 你到了今天这个年纪 你可以拿到一万四 再过十年你还能拿到一万四吗 那如果现在比你小十岁的人 从头开始他刚刚毕业 我们愿意给他一个机会 因为他还年轻 我们能看到他的学习力 可是你今天已经三十多岁了 你要的都是你要的 你想不想哪一天工资超过你丈夫 挣四万 下 如果你挣的四万 比你老公挣的多 你会给钱给他花吗 你犹豫 你犹豫 哇塞 真的 有万一啊 你这个忘恩乎你的人 你这个忘恩乎你的人 你挣的钱比他多 你会给他花吗 又犹豫 又犹豫 包括他不给你他也不好意思说他 他已经 他已经犹豫了 所以你挣四万的话你会不会给他花 犹豫 他有急事可以给他花 没有 什么叫 什么叫 什么叫急事 你已经回答了 需要就是特别需要钱或者自己钱不够的时候可以 那有钱 比如说他想买台相机缺个一两万 你这个高门 借吗 可以吧 可以吧 我特别不愿意 心不甘 没问题 我觉得他心 他有 他自己有钱 行 你行 活该你把你的钱亏光 我终于知道了他为什么要给你挨挨纸 行 来 第一轮选择取货雷 是男人都不能留灯 有两个男人愿意借钱给你啊 三个男人愿意借钱给你啊 天生我有钱 好 高松请问你是有什么样的自信敢留灯 我其实觉得这个女孩挺真实的 就是在我的夫妻关系中我们也是这样自己花自己的钱 然后自己也是 我觉得他的回答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状态 但是我的确觉得他对他老公有点口 我唯一就是给你留灯的这个就重要的理由 我是觉得我要坚持你去做一个测试的工程师 因为我觉得你浪 如果浪费了之前的技能是很不值当的 所以说这个我是要强调说 如果你能来我们公司的话 可能我依然给你提供的是测试工程师的这个岗位 当然我可以理解你被他的真实所打动 但说实实在话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很不想做测试 没有 不是我确实是想突破 我开始问了你那么久你说不干 我想突破一下 但是我其实也想说如果企业家觉得我还合适做的话 我确实是想 你这个善变的女人 不不真的是这样 我问了你三次啊 大家伙我是不是问了她三次啊 你继续干那个测试不挺好的吗 我对测试的工作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 你能挣一万四的测试工作干嘛为了改行 我老公已经能养活了 真的要做运营是吧 那个原来的测试工作还干不干 原来测试不想干 这不叫善变这叫从善如流 他是顿悟了 涂雷老师 他本来来的时候是愁愁满志想换一下 好好好 这是个很神奇的舞台 听劝了 坐着十五位神仙 就那么几十分钟就把一个人顿悟了 就是我自己的内心想法 不是说你们把我都爱 不是我们听见没有 跟我们没关系 跟你们就是你们的意境对我也很重要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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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您自己顿悟了 顿悟啊从善如流啊 来第二轮选择去后来 好还有一轮轮 直接进入弹琴不想干 我们提供的是测试工程师的岗位 然后薪酬 薪酬是那个一万两千元 地点是常常去那个旺京 你这个薪酬满意吗一万二 满意 我觉得不满意啊 满意 我不满意 你我本来就敢同行 我上一份拿到一万四 我干嘛不加的一万四呢 提到的那个阶段老板会给我的 一万四还是要拿的 钱给不给老公哟 可以给 别AA制了 AB制算了 AA制挺好 但他有亏了 我一定会帮他的 何必要那样呢 放在一起管 不一好吗 结果你就变成了 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你的还是我的 你不就这德行吗 其实我又真不是抠的人 你不就这德行吗 你 但事实证明你老公是正确的 如果不AA制的话 那股票亏的可不止你一个人的钱 对我我现在 你别吵鼓了 你没那天才 做好你的通信设计是吧 可以 好吗 好来考虑十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高松第一次找人哈 找到人哈 哎呀 开心 你的选择是 蜗牛睡眠 蜗牛睡眠 蜗牛睡眠去吧 虽然可能说我想突破一下自己 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觉得能力不够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能力没有做准备好 保妈妈重新能工作